這個紫菜蝦滑不要說小朋友 連大人都無法抗拒 四身鮮甜爽滑又多汁 大大粒蝦肉搭配香脆的紫菜和粟米 營養就更加豐富又均衡 這個紫菜蝦滑真是吃一次就會愛上 同樣是做法簡單一看就吃 小朋友就超喜歡 一個人吃完一大碟都不會覺得你 從小到大都中吃蝦和紫菜 今天做個紫菜蝦滑 一次過滿足兩個眼望 這個蝦滑已經解凍了 粒粒都是大粒的蝦仁 今天女兒放假解凍多幾包 懶惰打蝦滑用這個粒粒蝦滑就適合了 蝦仁含量大概8-95 配料表都很乾淨 沒有添加亂七八糟的東西 給小朋友吃都很放心 今天放假回來一次做多些讓她開心 這個蝦滑全部用新鮮的大粒蝦仁做 連蝦線都去賣 所以特別爽滑 只吃蝦有些單調 我們加些新鮮的粟米粒 女兒最喜歡 加些新鮮的金銀粟米 吃起來就好吃很多 口感層次豐滿很多 如果不喜歡吃蔥花 我們加些芹菜粒 芹菜和蝦味很搭 把粟米粒和芹菜粒放進去 蝦滑已經有味道 所以不用調味 放少許麻油就可以了 加麻油可以去蝦腥 而且吃起來更加香滑 把拌均勻就可以了 拌勻後都聞起來很香 紫菜我們用一餅頭水紫菜 也可以用四周紫菜 一片一片已經切好了 方便好多 把蝦滑鋪在紫菜上就可以了 像釀辣椒一樣 鋪平一點就可以了 不要太厚 放少許油 用小火再煎 先煎肉的麵 紫菜很快變軟 養後馬上煎 用小火煎到金黃 翻到另一面 真的看到流細好水 如果怕麻煩 可以不放紫菜 直接做蝦餅就可以了 一次煎多一點 不用搶 好像整隻蝦那麼大 很好吃 可以看到大粒的蝦肉 好漂亮 很好吃 紫菜很香 粟米又甜 蝦滑又很彈 嘩 小小的紫菜蝦餅 我蒸熱就給他吃了 蒸熟了沒有滅 還可以煮一個很開胃的蕃茄蝦滑湯 直接把蝦滑放進去就可以了 比自己的脂質方便很多 想幾時吃就幾時吃 調味放少許鹽就可以了 放一些迷人的芹菜粒 再加少許胡椒粉就可以了 嘩,這個湯很香 這是什麼 蝦滑蕃茄湯 嘩,你最喜歡吃 這個很開心 有菜吃有湯喝 嘩 今天全蝦宴 女兒最喜歡蝦 特地做蝦滑湯 和紫菜蝦滑給我試 加上芹菜粒 超好吃 很香 女兒放下回來 指定吃這個紫菜蝦滑 真的好吃 很香 這個湯好香 你看,你看什麼都有 嗯,這個湯好香 很香 超滿足 加上紫菜,小朋友最喜歡 加上紫菜,口感豐富很多 你真的可以試試看 加上芹菜粒 口感層次豐滿很多 吃起來沒那麼膩 又鮮甜甜爽爽爽 大家快試試看 可以試試看 然後再加上芹菜的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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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by索兰娅